而在欧洲方面 连日来的暴雨也给法国 德国和奥地利等等地方造成水灾 在德国和法国 水灾已经导致至少十人死亡 数千人离家避难 就连著名的罗夫公和奥赛美术馆也要闭馆撤走珍藏品 法国首都巴黎等地近来好雨滂沱 塞纳河等珠瑶河川水位暴涨 已经高出了正常水位五六公尺 由于珍藏三万多件艺术品和文物的罗夫公就位于塞纳河右岸 三号 这座文明世界的博物馆被迫封馆 以便把较低楼层的艺术品和文物 以往较高楼层存放 而巴黎另一座文化艺术殿堂 奥赛美术馆 则已经在二号封馆 当局估计 河水泛滥将威胁大约20万件艺术品 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宣布 部分地区进入天然灾害状态 以便政府动之救难基金 除了法国 德国一样受灾严重 南部的巴伐利亚和西部的莱因兰普法尔茨州四天来遭遇严重洪灾 巴伐利亚已经有六人证实在洪灾中遇难 大约3500户人家仍然断电 该州许多城市洪水泛滥 洪水深达一米 气象学家警告 河流水位还会继续升高 NTV7综合报道